咱们看个新车 07 EMP 这个算是领克数字家族里面来的最晚的一个了 但是它和08其实是一个双子星 08的话是一个新人员的偏家用的SUV 这个是一个纯粹的轿车 算是4米8多 轴距的话是2843 车宽不要以为看起来比较窄 也是达到了1米9 它和03的区别 你如果从车头部分俯视来看的话 这个疗压的大灯还是感觉有一点点的相像 能看得出来是一个家族 但其实03会对凶一些 07的这种封闭式新人员的感觉会更强一些 所以这个就是在外观上 它和08的关系 以及它和03的区别 车头1米9 其实整个宽度已经算非常OK了 家族最新式的大灯 比较封闭了前脸 这个我觉得车头部分 这个白色算是比较好看的 侧面来看一下 现在这个车已经比较混了 是有人在看的 现在刚好能够看到 是一个无边框式的车门 里面有乘客正在看车 新辉式的这种龙骨 现在领克的产品上用的也是比较多的 但是它和03那种连在一起的不太一样 这个你感觉到镂空的尺寸的面积会更大一些 它是一个黑白双拼的 悬浮式的这样一个车顶 你会感觉到这个车上部分和下部分的感觉 它营造出来的有一点看起来像叫跑的那种风格 因为它是一个熏黑的车顶 你从c柱这个地方能看到非常明显 并且这个是没有做明显的隔断的 这一部分它和后尾的装饰线条一起拉过来 所以这一部分看起来的整体感是比较强的 这里做了一个比较小的曲线 这种悬浮的感觉就营造出来了 和08一样 这个也是没有边框的这种后视镜的概念 外弹式的轮巴手 其实如果你之前看过咱们08的焰点 你会感觉加速式的设计的统一度比较高 并且哈曼卡顿的音响 比如说多种的驾驶模式 包括三辆DHT 这些核心的卖点都是一样的 纯电的电池的容量是18.99度 能够提供的纯电虚仰Cell提示下是126公里 这个其实你会以现在的认知来说 是不是没那么长 因为现在有商基本上150、160 然后170、180 甚至多一点的200多 哪吒刚刚出了一个300多 但是其实我觉得对于三辆DHT来说 只要你匹配的调教的比较好 这个油耗做下来的话 126满足你城市里面的代步 每天只要你家里面有充电桩的话 这个车亏点油耗也只有4.8成 所以我觉得这个没有给你一味的 加大电池的容量来增加这个车的成本 预售的价格目前看了一下 这是8万到21万三个配准 并且你现在这种内转的价格来说的话 基本上上市的话还会有什么 支欢的政策大令小定转大令的优惠的政策 还有新车限时的订购的等等 这个车我觉得最终本卡的价格 控制在18万以内 预配不超过21万 这个绝对是会有很多年轻人来看这个车的 刚才上车的时候两个年龄可能跟我差不多 比较偏科技那种长相的男孩子 这种车他的用户的画像就是他们这种 工作了可能有个三四年的时间 手上呢有一些的预算可能没有孩子 他们对车辆的通过性啊 已经类似于像宝宝巴巴斯 通知性的东西要求没那么高 这一部分呢成为社会的中间力量啊 买这个车的人应该会很多 来咱们上主家看一下 车机里面呢 富莱密奥拓啊 反正体验的话呢 目前绝对是整个行业的第一梯队 然后整个中控地台 包括方线盘的造型呢 和淋巴看起来我觉得都是大叉不叉的 包括氛围灯的一些设计 整个车内的类似的质感呢 我觉得会比15万级左右的新能源的产品呢 会更高一些 这个你说支撑他卖的20多万 我觉得绝对是OK的 这个系列的感觉还包括你整个进入车内啊 他传递改的这种精明性的效果 包括车内的用料啊 以及味道的控制啊 我觉得绝对是没问题 坐姿的话呢 算是比较偏矮的 这个是这一类的轿车 尤其是现在新能源车 他在本身的纯电的电池容量没那么大的前提下 还尽量的把他的车身姿态放低啊 这个可以保证给你更长的一个续航 后排啊 2米8多的轴距不长 但是相比于这个价位 过去合资品牌的油车来说 优势非常明显 这个座椅呢 在刚才前面一个看车的 稍微有一点胖胖的那个男生调的 现在我坐在后面啊 腿部的话大概是接近于三拳 头部空间我的身高不高啊 175的话 这样子我头部的空间呢 还有一拳多算是比较富裕的中间地板呢 如果你对到最底下的话 你会发现啊 这个地方会有一点小不平 但是不是特别的影响 我的脚放上去的时候呢 感觉到会有一点 但是不影响两只脚在中间这个地台区域的摆放 所以这个地板呢 你可以把它接近为理解为是纯屏 空调控制面板 顶棚呢全部是被涂成的黑色 后排的坐垫呢 在现在的家用车来说 给了一个加强的处理 这个地方让你大腿外部的支撑性会获得更柔软 后排的辐射做了一个一体式的 这个所带的一个好处就是豪华感会更强一些 边上这个座椅也能感觉的出来 有了一些Agataro的一些材质 这个车上市的时间已经越来越近了 我觉得对于这种三挡DHT的产品来说啊 最大的优势就是在于它没有续航的焦率 同时呢 在各个档位各个时数下面呢 只要厂家的管理控制策略做的比较得上的话呢 这个车日常使用起来的成本啊不会特别的高 并且我听说在整个五一节期间啊 这个车的预警量是超过了7000多台 就是它上次的时间距离越近呢 最终希望它还是能给它一个非常给予的价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